李楊府 錫華俊議員 如果你在立法會 尤其是直選議員 你不做全世界 那邊做到事 我們去到哪裡有人 事後我的 沒有人跟著我的 都拍下所有 擺到YouTube 擺上Facebook 是不是 所以我們自己 不管這個人怎樣批評我們 我們真的對得自端地良心 我們做了我們應該做的事 在立法會的申訴部 我告訴大家有個叫做申訴部 你可以立法會申訴部 有當席的立法會議員 大家輪到來的 你可以去 即是說你在那些地區辦事處 或其他議員 投訴不可 政府部門又搞不定 最後你可以去立法會申訴部 在立法會申訴部求助 點名要求處理這些求助的case 最多人的是誰呢 黃毓民 梁國 我們不是在那裡認屎認屁 就是告訴你很淒涼 你叫我回水 我真的沒有錢回給你 我知道六萬八千元人工 十三萬磚貼 那些磚貼都洗到凸 你要用人工來貼 已經 那些功能組別議員 三點不露 霍鎮庭投票的時候 政府半個小時前 打給他 阿天啊 你要投票好 不夠票好 那我就來囉 他只要他的手指沒有殘廢 或者舉得起 他就做得到立法會議員了 他不需要在立法會事務委員會發表意見 他不需要在大會提出動議辯論 他沒有口頭質詢 他不會罵政府 這些議員幾多 你知道嗎 幸好民建聯有很多民選議員 他不敢赤摸摸摸做這些事情 他都要經常出席 因為他要選舉 不是下次選舉他會輸 劉千石為什麼會輸 劉千石在九一年 是民主派的票王直選 第一次有直選的時候 為什麼今次的選舉會剩下一萬票 輸得很難看 因為他不開會 你不開會 我幹嘛要選你 是吧 雖然立法會的作用不大 其實我們的作用很簡單 有一點點平衡的作用 加強監察政府的力度 還有搞到他很醜 是吧 搞到他很醜 的時候他有時會反省 但是我不想下次養醜 我就要做些事情 是吧 這個作用我們這三個幾月已經看到了 大哥 每次公務小組要批錢支持 人事編制小組要開會 那些哥哥 那些副局長 那些常任秘書長都會打個電話 問這個黃毓民議員 可不可以幫幫忙 明天支持我們這個開會呢 不是完全沒做 所以我們經常說 如果民主派這二十三席 是站硬的 政府是很投行的 是吧 但是現在的政治生態已經不是 是吧 現在的政治生態就是 你最重要是保住一個位 你的黨在立法會有相當的議席 你才在政府心目中有地位 自由黨有十席 淪落到剩下三席 所以這次的行會改選是沒有他們分的 政治就是這麼現實的 是吧 田北俊做個行會成員 周梁淑儀 田北俊做就是周梁淑儀做 是吧 一定給你的 這是一個政治的酬勇 等於現在委任這個 劉皇法 進去行會一樣 很明顯就是一個政治交易 是吧 上次真是委屈你了 區議會那個委員會給了國謙 是吧 然後你鄉議局就少了 各位林國強會 你又鄉議局這個功能組別 不用選的 各位朋友 全部都是交易的 這種制度怎麼可以不推翻他的請問 這是交易來的 這些層面交易 去到高等院校也是交易 是吧 包括貴校 其他高等院校都是 全部都是政治交易 是吧 是不是很嚴重 是吧 就是如果你在大學讀書 或者各位同學 是未來的教師 如果連這些基本的概念 基本的價值 你都搞不清楚 你教什麼人 除你出去 如果你也是說 唉 金融海嘯 經濟危機 我們為了減少社會的紛爭 政改方案 最好顏頭自信 一人一票 吃不飽的阿高 昨天有個學生問我 民主這樣選到那些壞人 是不是 你民主有沒有擔保 一定 政治一定是好的 那我說 沒錯 都可以選到阿彬出來的 但阿彬現在坐牢 沒有民主他不用坐牢 是不是 他有個任期制度 有個監察 是不是 民主一定未必選到好人 小布殊都被他弄八年 搞到雞毛鴨血 是不是 但是民主可以換人 民主你又說是權 還有在香港這種情況 我這種權利沒有 你給我 而已 給我 我自己負責 是不是 你不給我 你就告訴我 你有這種權 都沒用 是不是 你給我先 很簡單 你給我 你給我 有沒有用 我自己去承擔 但是 你剝脫了我這種權利 我就要拿回 很簡單的道理 是不是 所以 希望大家 就是 一會兒問問題的時候 你都可以 儘量去質疑我們 是不是 我又喜歡辯論的 所以 前面的 引言 就說到這裏 這個博士 好嗎 接下來 各位朋友可以問問題 或者發表意見 謝謝